每一頭一到,都讓我的電玩夢更堅定 電玩遊戲是我生命的局部 從小我就立志要在電玩的世界裡面闖出一片天 後來街機被阿扁超光了,整個人生立刻變黑白的 電腦遊戲取代了街機,開啟了電玩的另外一扇窗 在等當兵的時候呢,我不停的參加比賽 那時候什麼獎我都拿過了 媽的咧,就是沒有拿過冠軍 只好當兵去 2002年一退伍,我就直奔網咖 那時候決定要放手一搏,參加魔獸爭霸的電玩大賽 我打進16強的時候,輸給Reity,就被淘汰了 但這反而是一個轉捩點 壓抑我的所有制約都消失了 我調整自己的方向 我發現熱愛電玩不一定要靠參加比賽來證明 我開始翻譯原文的電玩資訊 然後在網路上分享給網友 因為都是原文,所以常常有人問我說 安薩,你英文在哪邊學來的? 在獲得華之學的? 沒有啦,其實都在討論版上就像你學的 剛開始翻譯的時候,英文還很爛嘛 錯誤一堆,就很多網友去糾正你 那慢慢被糾正被糾正,連英文就這樣練出來了 因為在遊戲的公會裡面,我投出很多熱情 所以那時候就被大家拱出來當會長 對我來說,會長就是一個負責協調的人 將很多不同時空背景,不同想法,不同語言的人 整合在遊戲裡面,一同冒險 雖然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拿到冠軍 但是我喜歡分享,而且我交到很多朋友 我覺得比當電玩冠軍更快樂 現在我將帶領我的公會 一起挑戰DNF 我是安薩,我可以DNF 獲勝 超OP犯規角,黑騎士改版 DNF, Give Me Fight Garina